这可确实难办了 什么 阿瑶这几日都不会再来了 都怪这个袁善贱 阻拦我和阿瑶相见 非说会耽误学业 还让我当心乐极深杯 当真是胜了一张 不寻相见也赴的毒嘴 妞妞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袁夫子也是爱护楼公子 才阻拦你们的 袁夫子也是见不得 他和阿瑶腻歪的样子 深感不适才阻拦吧 还真是以毒攻毒啊 三兄说谁是毒 莫非阿兄们也看不上阿瑶 我们不是看不上楼家公子 我们是看不上你 你一见到他 就笑得像咬着鸡腿的隔壁家二望 你才像胳膊的阿瑶 谢谢阿子 你别理这些反复 素子 少少 出大事了 出何大事了 老得七千阿子跑成这样 我阿父刚从宫中回来 说冯义俊一战 咱们胜 幽王父子已被擒祸 现已压介回都城了 都城的百姓 都在承门口瞧热闹 这不是好事吗 为何说这出大事了 好什么好呀 这不好的是你 你可知道 那何将军满门战死了 何将满门战死了 可怜 那为何不好的是我 这就是欺负我们成江 位在朝堂上 难道就没有其他 抚慰合适的方法吗 非要用我们鸟鸟的婚事 来送人情 罗太傅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那老小子像被割了蛇头似的 弟父先别急 此事还没定论呢 我急什么 既然楼家不敢当场做决断 那就等他们想清楚了 再来与我们说话 就是了 大不了不截这门轻蚀就是了 我家鸟鸟又不是没人要的 当初急切求取的是他们 如今做缩头乌龟的也是他们 我诚实可以不要阿瑶做狼戏 我家鸟鸟绝不能受这般欺辱 我说来运气不好 心里还好奇呢 为何此次婚事会如此顺利 没想到竟在这儿等着我 侄女莫愁 不过 只有楼家没表态 这桩婚事就还在 楼家尚未表态 并不是在活我们成家 而是在权衡此事 看似是答应了 是收到的非议多 还是得到的好处更多 还是得到的好处更多 鸟鸟说得对 楼太傅这只老狐狸 不得利 怎能轻易决断 真是鸟鸟啊 此事涉及你自身 抛开楼家 你自己如何想 我自己想的 从来没想到 真不重要 我是心疼阿遥 毫不容易 可以外放 离开那别去的家 可如今 就差一步 此事最委屈的人不是我 是阿遥 她是一个人 我只是嫁不了 想嫁之人 可她 却要去不想娶之人了